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True Fitness的教練 Bruce 洪偉傑 今天我們要講解的是 Radical Fitness Power 熱力槓鈴課程 這是一堂使用槓鈴、踏板、槓片 來達到臀身雕塑繼續訓練的課程 首先這個動作叫做Squad 我們將我們槓鈴扛在肩膀上 用我們的臀部稍微往後做往下 打成躯幹延伸 然後讓我們的身體推上來 請記得膝蓋和腳樓都朝向前方 那這個動作主要會訓練到的是我們的臀部 我們的大腿的前側 當然我們的躯幹是需要穩定的 這個項目Launch 弓箭步蹲 我們會一腳前一腳後 前腳腳掌踩往後腳腳後跟踮起來離開地面 而且後腳腳掌垂直 然後我們槓鈴一樣至於肩膀上 讓我們的臀部直接往下沉 當我們撐下去的時候膝蓋會在腳趾頭的後方 然後再慢慢的推上來 那這個一樣會訓練到我們的臀部 我們的大腿 我們後腳的小腿 身體的穩定的要求會更多 這個動作的胸推Train 我們會躺在踏板上 雙手寬握我們的槓鈴 一開始將我們的桿子至於肩膀的上方 配合吸氣 深呼吸 槓鈴往我們的胸口下來 手肘向外打開小手臂垂直地面 吐氣再將槓鈴揮回我們原本棋子的位置 那這個動作主要會是訓練到我們的胸大肌 還有我們的肩膀的前側 接下來這個動作肉滴拉划船 我們需要將我們的身體前傾軀幹 讓我們的槓鈴往我們的肚臍收進來 肩胛肚往後夾小手臂垂直地面 盡量的往我的身體拉進來 然後再慢慢的往下放回它棋子的位置 那我們主要會訓練的到地方 我們的擴背 我們的斜方菱形肌 還有我們軀幹的穩定 這個項目 Curve 攻二頭彎舉 我們會讓我們的雙手與肩同寬 然後手掌向前握好你的槓鈴 然後手肘就在我們身體的兩側 讓我們的小手背帶上來 槓鈴帶往胸口的位置帶 然後慢慢的帶回到它原本的位置 主要訓練的目標就是我們的 手背的前側 攻二頭肌 這個項目 Tricep Extension 兩隻手 肩膀的寬度 正手握你的槓鈴 讓我們的手肘收好 固定住 然後小手背直接劃 四分之一半圓左右 讓我們的槓鈴往額頭貼近 再將它推回原本起始的位置 主要會是訓練我們的 攻三頭 手背後方 這個項目 Crunch 我們最熟悉的腹部訓練的動作 我們可以將我們的兩隻手 在耳朵的旁邊保持穩定 身體就像那個壽司一樣 一節一節的捲上來 然後再讓我們的脊柱 一節一節的躺回地面上 這是一個非常主要的腹部訓練 這個項目 Shoulder Press 肩推 我們將我們的兩隻手 一樣大約肩膀的寬度 小手配垂直地面 然後讓我們的槓鈴 從下巴的地方往上推 好 手延伸到額頭的上方 再慢慢的收下來 主要訓練的地方 是我們的肩膀三角肌 那我們攻三頭也有補助的功能 注意事項 在我們一開始上Retical Power的時候 我們會先要求是動作的正確性 跟身體的穩定度 要能夠很標準地去執行 我們各項的訓練動作 我們才會開始把我們的重量 運動強度給增加 這樣子才可以確保我們身體的安全性 以及訓練的有效性